哈瑞斯警局局长Adriel Garcia 本周四合调查机构成员 就日前休顿市郊Cyprus区发生的四名华人被杀惨案 提出诸多质疑 自发现惨案至今已经五天 警方对犯罪人的杀人动机仍充满许多疑点 并公开要求杀人嫌犯向警方自首 同时在调查当中尚未清楚 嫌犯使用的是何种类型的枪支和子弹 调查机构已经发现案发现场的后院大门被打开 但与破碎的门窗无直接关系 嫌犯杀人手段残忍 四位遇难人都是头部中弹 并且至少遭到一次射击 当警方被问及这种杀人方式 是否为处决式致命射杀时 警方因为缺乏足够信息 无法做出判断 目前这座3500平方英尺的住宅门前 已经摆放了来自社区居民送来的 慰问鲜花、玩具和纪念卡 其中有用英文书写的 一路走好亲爱的朋友 社区居民也希望警方迅速破案 查出这起惨案的凶手 同时也对该社区的治安表示忧虑 根据脸书等网站显示 遇难者夫妻分别为50岁的孙先生 以及49岁的谢小姐 警方称两人在2000年结婚 于第二年花费27万元购置了这栋房屋 孙茂叶先生为德州大学毕业 现就职于卡梅伦公司 为石油行业的分析师 上周由于他未能正常上班 引起公司注意并通知了警方 两名9岁和7岁的遇难男孩 已经被证实是Samson小学的学生 周围民众表示 此次惨案非常不幸 也十分罕见 案件发生之后 有许多社区民众抱怨 媒体每天更新 关于此案的信息较少 也指责警方提供的信息不足 破案进展缓慢 警局局长卡西亚称 被害的成年人为50岁的孙茂叶先生 就职于卡梅伦公司 是一名规划公民 从每个角度分析 孙先生都是一名十分普通的人 因此犯罪动机令人不解 局长卡西亚呼吁市民 共同关注此案 向警方提供更多讯息 看到什么就说什么 尽快促成破案 警方热线713-222-8477